土中華新聞 來看由文化部和國立中華美學館 合辦的火金庫電影院 華東的公安順座有部社區來電開 接下來也會洛塑政王台中 中華雲林以及南島地區 順匯報上國品電影 有部社區在放電影時 還有全天準備肉粽和現場的民眾 做回來共同夏天的文藝時光 文化部和中華生活美學館 合辦的螢火蟲電影院 準備在台中中華雲林以及南島地區 順匯風雨十二場有一個國品電影 今年的電影在車 就為山西古武社區真是客棟 這部電影是在講民俗 希望把我們民俗的精神 跟人與人之間的愛情故事 青年故事在這邊展現而已 我們這電影欣賞的一個教育 最主要是能提升我們的國片 把我們正向的台灣的精神 台灣能夠站起來的一個注釋 用電影的方式在所有的角落來播放 所以歡迎所有的鄉親 能夠來看看我們國片的發展 已經能夠到國去化了 看電影要配爆米花才夠味 但是國武社區的志工 是親手薄薄薄 跟現場看電影的民眾分享 共同夏天電影的民眾分享 人們一般看電影是吃爆米花 來我們國武社區 這邊有結合端午節活動 所以本來我們這裡看電影是不麻煩 中華新外美學館 今年頭一頂的螢火蟲電影院 祝大家到三三個 有寶寶英安宮的廟墊 來享受寒丹這支電影 電影放耍 還有競加精采的大採賞 小心小心 有寶寶傳到黃柏林 打扮神坦南亞頂場 讓現場的觀眾 請到臺東現場氣氛 然後這次 等一下放耀瓦東 在車廂當中完完樂吧 就將發新聞也有 順利彩虹報道 谢谢大家